哈囉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來慶祝我們的頻道突破七七七七訂閱吧! 你以為我們破了一萬訂閱就要慶祝一萬嗎? 我才不要咧! 再這麼說也是要慶祝七七七,對吧? 那在今天的特別企劃中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團隊準備這個頻道的過程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做志祺七七等等 那同時也會回答在IG、Youtube 搜集到的觀眾問題 以及一個神秘的好笑企劃 記得要看到最後喔!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志祺七七 這個看起來很累又不會賺錢的頻道呢? 這要從我們的背景來講起了 我們在24歲的時候 創立了簡訊設計這間資訊設計公司 同時也成立了圖文不符這個社會回饋平台 希望透過我們的專業資訊設計 來為社會重要的議題發聲 但三年來公司雖然越來越大 來到了大概三十幾人、四十人的規模 可是在社會回饋上卻一直遇到三點狀況 分別是 第一個 執行的時程無法快速的回應時事 第二個 臉書平台除了粉絲數以外 無法進行更多的累積 第三個是 觸及不到年齡層更低的族群 所以我們才成立了志祺七七這個頻道 我們希望透過錄影的方式減少設計的時間 用規格化來提升速度 並透過Youtube的演算法 來讓影片可以一直產生腸胃 提升它的意義與接觸更廣的年齡層 那我們希望做的是一個 透過每月更新來降低門檻 用年輕人也聽得懂的論述 來分析時事議題的頻道 那當然 比較早開始follow我們的朋友應該會知道 最一開始我們前幾支的影片 會出現聲音速度每天不太穩定的狀況 那藉著這個機會 我想要很謝謝大家 總是很及時的給我們一些回饋 讓我們能夠很快的抓到改進的目標的方向 才有現在越來越順暢的志祺七七七 那此外也還有一件事情也要特別感謝大家 那就是 我真的很開心看到那麼多人 用超級無敵認真的態度 在留言區回覆跟討論 那然後 前兩天我還在IG上面 收到了觀眾傳來的一個影片的筆記 各位朋友 是筆記你知道嗎 筆記 現在大家可以秀一下好嗎 筆記 看到團隊大家的努力 被如此認真的對待 我真的是滿感動 而且就是那種痛哭流泥的感受 那為了回報大家 我們前兩天也在 在Youtube跟IG的限時動態上向大家搜集想要問我們的問題 所以現在就來回答一下吧 ㄟ 那個題目單 我沒有拿 拿給我 那你這邊遊戲要怎麼寫 也太多了吧 志祺有女朋友嗎 沒有 志祺大學讀什麼科系 都市計畫系 可以加入志祺七七團隊嗎 我最近有在招實施企劃 趕快投 我很缺 志祺是堅持還是全職的Youtuber呢 我是堅持的 因為我還有公司要顧 所以我基本上是 每個禮拜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在做Youtube上面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可以跟狗狗一起拍片嗎 其實可以 但我家的狗就是 不太喜歡理人 所以我不太確定 牠會不會願意跟我一起拍片 那對廢核家園跟交通工具 那種話的想法 這集我會做一集自己集起來 跟大家回答 那你覺得年輕人 對政治社會議題冷感是正常的嗎 我覺得很正常啊 我自己大概到大三大四的時候 才開始接觸社會議題 因為我們平常就不會接觸嘛 可能你每天 大概有八小時 甚至十小時都在學校 那你到底要接觸到什麼社會議題呢 那既然它沒有出現在你的生活中 我覺得是冷感是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去 特別責怪別人的冷感 因為你知道每天 每個人生活都很累啦 就如果要逼別人去 接觸社會議題 我覺得 或許不是一個應該要逼迫的態度 而是我們應該想說 啊如果你接觸的話 肯定也不錯 那如果你喜歡有別的興趣 那也蠻好當 我覺得最終都還是要回到人的選擇 好那 如果老婆跟黃臭 你一起掉到水裡 你要救誰喔 老婆啊 老婆 喔 這邊有人希望可以介紹圖文不符的團隊 好但圖文不符其他其實非常多人 所以我本來肯定介紹所有圖文不符的團隊 但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的是志祺七七 那今天如果我直接把大家交過來一個個介紹也蠻無聊的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快問快答的方式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志祺七七的團隊成員好了 好 快問問問答 好請快速的自我介紹 嗨大家好我是黃彎 我是企劃負責寫腳本 還有經營現實動態 發投票給大家玩 大家好我是李佑 我是寫腳本的營運 我是PM嘉芸負責跟客戶要錢 催大家交東西 呃大家好我是丞翔我是董編 我是余婆也是負責剪接 剪集了 什麼對於志祺七七或七七七訂閱的感想是 呃很棒 爸媽我做到了 超爽的我截到圖了 我也有截到那個貼圖喔 不是貼圖 我也有截到圖喔 我終於敢分享了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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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經營頻道以來這場說的一句話 寫不完了殺了我們吧 呃這場說這個架構不行 我要死了 呃 腳本可以晚一點再教嗎 我今天截了兩隻 每天午餐吃的是 全家的滷雞腿冰糖 炙燒雞腿鐵板麵 全家的 全家 的 全家 全家 我恨全家 呃 嗯 都有啊 呃 對於大家都吃全家的感想是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營養不良 自己交過幾個女朋友 不好說 不要問我這問題 這問我這問題嗎 這問我們這這問我們 好啦那為了要感謝大家 今天的最後 志祺七七要來辦首度的留言抽獎活動啦 如果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想對我啊 志祺七七或者是團隊的大家想說的話 比如說 欸想要看我們做什麼的主題啦 為什麼會想訂閱我們呢 或者是 欸你是怎麼知道志祺七七的呢 之類的都可以喔 那就有機會可以抽到報報你一個 那我們會在7月17日的晚上7點在辦公室抽出 七七49隻的報報你 好那最後真的很感謝大家的訂閱之後 我們也會繼續的每一日更下去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還有志祺七七 歡迎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每天7點用7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至今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比 請快速做介紹一遍 哈囉 我是志祺的鄰居 然後有時候會當他的剪輯師 你每天午餐吃的是什麼 這很難耶 每天午餐吃的是 呃 全家 為什麼是全家 全家有找你們置入嗎